左邊人綁得很緊 不要把他寫呆啊 有時候滴貓寫得非常的緊湊 看起來終於很緊 每次看到嚴正寫得鬆鬆的 好可憐的嚴正寫 每次都被人家亂寫 一個大書法家怎麼可能寫鬆鬆的 這個字偏扁 抬高以後折下來 所以塗了一大塊 往上吐出去 招 扶長橫後面變細 因為它等一下有個點 這裡是往外拓著 往外凹出去再凹回來 這裡因為扭轉產生一種圓鏡知識 這個點子壓在上面 強 這裡圓鏡 開始這邊要略扁 略扁是因為它上下很多橫畫 折凸出去 再縮進來 上寬下載 兩個的上寬下載 這是一個有弧度的筆畫 底圓還是依舊圓近 底圓還是依舊圓近 櫛的話 中間打叉叉 在唐草大概只有它會寫成這樣 中間打兩個叉叉 唐草會把這個寫成鐵寫字 顏正清最乖 注意這邊其實都蠻靠近的 靠近 但是原則上還是保持各自的姿態 不要去黏死 靠得很近 可是間隔上中間的空隙都應該差不多 其實這上面最難寫 因為通常大家都寫不緊 這裡寫緊 旁邊這些筆畫張開就才有變化 這時候就可以張開 可是如果上面沒有收緊 這邊就長不開了 這邊要保持慣用的糊塗 慣用的那種瘦瘦的挑起 學 食 長橫還是偏細 這在多巴塔的時候習慣這樣寫 所以他寫到這邊的時候 橫畫還是細 直畫還是粗畫 跟多巴塔那時候一樣 橫畫細 然後以這個來講 其實顏色 比較偏方正 跟歐陽尋來比 偏方正一點